西丁克入主国奥成了近期中国足球的热门话题,而近日央视体育咖啡节目也对西丁克执教国奥的前景进行了分析,央视嘉宾良言就指出西丁克执教国足可能会存在一个大问题,那就是他执教的球队都以体能充沛而著称,这恐怕是目前的中国年轻球员。 很难达到的要求,而在谈到国足球员过着舒服日子的时候,良言似乎都有点羡慕了,西丁克此前在没有官宣之时,就已经在云南区近,观看了沈祥福带领国奥参加四国赛的三场比赛,不过西丁克对于国奥的评价并不高。 他在接受荷兰媒体采访时表示,这支国奥队中只有四到五人能够达到他的要求,这样糟糕的表现,也是给了西丁克一个下马威。 同时西丁克也表示带领中国国奥对于他来讲是一次冒险,因为距离奥运会预选赛开打,因此有七个月的时间,央视节目体育咖啡,日前也讨论,了西丁克的指教前景问题。 甲兵良言就分析,西丁克过去带领的几支国家对韩国、俄罗斯和澳大利亚,都以体能充沛而著称,苏果西丁克将这样的魔鬼训练方式带到国王,恐怕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,很难适应和达到要求,因为他们平常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,前也挣得不少。 良言的话可谓是一语重地,而他在说国族日子舒服,的时候表情中也有一丝羡慕之情,由于族鞋推出了幼儿三政策,就让这批国王球员都成了受益者。 他们在俱乐部,轻松就能拿到百万级别的年薪,日子不可而不舒服,真要让西丁克带领这样的队员进行魔鬼训练,恐怕国王的小伙子们自己就受不了。 此前李皮带领国族在西亚的两场热身在未尝盛季,到高林、吴磊、严倦林等国角,们照样穿着奢侈品高调回国,国家队的糟糕表现并不影响高林,无为他们在俱乐部,那就高兴过着舒服的生活。 这种安逸的日子,让很多国家当了国家队就不好好听,连李皮三令五声都没办法改变。 如今即便是神奇教练西丁克,恐怕也可能拿这些大言文有办法。